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英国也进行了宗教改革 他进行了宗教改革 简单的来说 就是首先要成立自己的民族的宗教 国王是自己的这个教会的天然的领袖 那么他在教义方面 那么实际上是更多的偏向于加尔文教 但是他又保留了很多天主教的这个传统 他形成了这样一种宗教的就是圣公会 就是他的国教 那么国教在英国有非常之大的影响 当然清教徒作为他的少数派 以及这个天主教徒 那么也在这个国家有不少的人数 而且也在后来产生过这个各种各样重要的影响 我们只是要谈到英国的宗教改革 它走的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这样一个道路 也就是说 那么宗教改革 它使得原来天主教 独揽整个欧洲的这样一个情况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那么它的影响是非常之深远的 我们今天是用韦伯的这个分析来看一下 宗教改革以后所产生的新教 那么他对于这个现代社会 对于以资本主义或者说广义上 我们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之间 他产生了什么样的关联 好 我们又会过头来先说几句马克思韦伯 对于学社会学的同学来说 这是一个好比这个鲁班兹云部将一样的人物 这是社会学的重要的这个电机人和这个理文家 他对于其他的学科的影响也非常之大 可以说那么当今的这个人们和社会科学的学者 那么对于马克思韦伯来说是绝对不能够忽视 社会学传统上人们说 如果你要列举他 成其为一个学科成为是社会学说 那么逐步成型 他的电机人人们经常会谈到马克思和托尔干 这个托尔干也经常被译成杜尔凯姆或者基尔凯姆 当然就是韦伯 所以我们从可以简单的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知道 这样一个人在学术史在思想史上的重要的意义 他在所有的可以说这个各个分支的这个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里面都有不可期待的影响 他主要的这个住宿是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 这么一个转折年代所完成的 对于这样一个人物有兴趣的 不同于传统的新的社会模式的发生和发展 那么理论家们思想家们要以不同的范畴来把握这个现代社会的特征 比如马克思是以资本主义 以商品这样的范畴为核心来理解这个现代社会所发生的变化的 比如有人是以世俗化来理解这个现代社会的发生和变化的 那么伟伯他理解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的核心的范畴 就是理性化 理性化极其限制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这本书 我们这样列举出来的是这个伟伯影响比较大的一些著作 这些著作涉猎甚广涉及到方方面面都是不同的学科 人们都必须要关注的一些这个经典的著作 我们说伟伯的一系列著作里面经常有一类受到关注 也就是说他研究各种宗教 研究世界上的各个大的宗教 比如他有一本书叫儒教与道教 研究的是儒家和这个道教 当然儒家是不是一种宗教 直到现在为止人们还在不断的讨论 伟伯研究这样一些宗教 他有他的一个特殊的问题和特殊的视角 也就是说他是要研究这样一些宗教 他的这个学说 用伟伯爱说的话 这样一些宗教的伦理 他和人们的经济行为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联 这是他所主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一系列的著作里面 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个 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宗教 宗教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说法 它是相对于旧教来说的 这个宗教 宗教伦理 这个词是protest 这个词刚变来了 抗议 原来属于少数派 要为自己存在的合理性来抗争 所以他是由这个词来的 也就是说 宗教改革以后所产生的 比如说路德教 比如说加尔文教等等一系列的教派 他们的这个教育 他们的思想和这样一个现代社会的基本的现象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精神之间 他是不是有某种特殊的观念 这是韦伯提出并且要论证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接下来是要讲他这个论证的一些基本的论点 那么这本书 那么我们的教材里面选了他的这个导论 那么他的这个结构 那么也分成这个导论上篇和下篇 他实际上要讨论的是这么两个主题 一个主题就是 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 什么是资本主义 或者说在他心目当中资本主义的那个最基本的特点是什么 他另外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宗教伦理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 具体的就是说 新教的伦理 尤其是加尔文教的伦理之间 他和这个资本主义这样一种经济方式之间 是不是有某种特殊的这个密切的联系 这是他所谈讨论的问题 所以这里我们首先要谈资本主义精神 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 它可以是一个简单的 纯粹的经济学方面的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范畴 它也可以是更广泛范围内的一个范畴 比如说它可以是一个文化范畴 社会范畴 比如说现代科学的产生 以及它所代表的思维方式 比如说民主自由人权 这样一些现代社会人们普遍所接受的价值 你也可以说这样一些东西 它也是和资本主义相伴相生而发展起来 所以我们要理解的资本主义 是一个广义上的资本主义 那么韦伯可以说 他的整个研究 是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 人类所创造的各种各样的文明 所成就的各种各样的事业背后 它都必定有着某些精神气质 某些精神因素的支撑 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前提 毛主义也说人是要有些精神的 大概也有同样的意思 人要做出什么事来 他背后他必定有某些特定的精神气质 精神因素和他相联系 韦伯就更多的是从这个方面来谈资本主义的精神 什么是资本主义的精神 我们平常这个联想到的是什么 那就是贪婪 贪得无厌 那就是这个使用各种这个罪恶的手段 来完成资本的积累 来完成这个利润的榨取 我们联想到的是圈地运动 我们联想到的是羊吃人 我们联想到的是马克思的名言 资本来到世间 从头到脚 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好像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精神 当然并不否定这样一些因素 但是他更强调的是另外一些层面 因为比如说我们大概隐隐约约也知道 比如说按照过往的这个 理论的模式 好像每个国家 每个民主 每个国家都应该经历一个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而中国没有经历过 所以中国以前有很多的学者要讨论说 中国有没有过资本主义 没有过 这点好像没问题 然后有很多人要谈资本主义的萌芽 但是萌芽为何老是长不大 这当然是一个这个麻烦的问题 但是至少有一点 就是我们传统上对资本主义的这个理解是比较狭隘的 也就是说觉得中国或者说别的民族 怎么就没有资本主义精神了 那么在某些时候 那么中国人追求财富 那个贪婪叫并不输于西方人 为什么我们没有产生资本主义 这里面涉及的因素很多 我们不做过多的讨论 我们只是想说 在韦伯的这 那么资本主义精神 它有它特定的内容 并不是贪婪就构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 贪婪 然后希望获得财富 但是希望获得财富的心态和方法 那么它有某些特定的这个界定 你看韦伯是怎么来说资本主义的 我们来看这样一段并不复杂的话 他说对财富的贪欲 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 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 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的是 对于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意志 或者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环节 不过资本主义确实等同于 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 并且是不断的再生利润 也就是说贪婪 这是各个民族都能够见到的 单纯贪婪并不是资本主义 而且你甚至可以说资本主义它是把贪婪做了一些意志 它做的是什么意志 它叫你是以一种持续的理性的方法来追求财富 而不是完全的放纵你的贪婪 比如说节者而渝 杀鸡取卵式的满足贪婪的欲望 就肯定不是他所说的资本主义 韦伯是从这样一个现象来谈资本主义精神 那么他为什么会和宗教改革的 所产生后的各种教派的伦理发生关联的 还是说西方文明它有一些非常独特的东西 它到了现代以后 这些独特的东西总体来说就是高度的理性化 韦伯列举了很多层面 比如说法律 西方从现代形成一种高度的形式化的法律 比如政治它是一种 比较如classic 就是科成制官僚制的管理 比如说传统的社会 它是人们靠血缘关系 靠地域关系来产生各种道德义务 而资本主义不一样了 它是以职业为基础来产生一种道德标准 等等 也就是说现代西方社会 它是普遍的在各个领域出现了一种 理性主义的精神 那么这些精神 它和它实际上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体现 这种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 它最主要的 我们可以说是两个层面的内容 一个层面的就是 和平的排除使用强力和不增长手段 利用一切机会尽可能获取利润 就是我尽可能的用和平的 合理的手段来获取利润 第二个是 合理性的严厉的计算手段 什么叫合理性的严厉的计算手段 我极其严格的以快递制度来控制我的成本 来计算我的收益 以一种极其理性的方式 通过一种企业活动 最后来获取利润 这一切因素集中起来 它就变成韦伯心目中的资本主义精神 这种资本主义精神 我们在文字上把它做了一番统结 依靠勤勉刻苦 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精于计算 把资本投入生产和流通 或者预期利润 这就变成了一个合理性的观念 这样一种合理性的观念 弥漫于整个社会 这就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 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精神 在韦伯这指的是什么 它指的不是贪婪的欲望 指的不是尽可能的获取财富以后 然后就百般的消耗 挥霍财富 相反的 它指的是人们非常勤勉的 来获取 来通过各种理性的手段 来获取利润 也就是说创造财富本身 它变成了一个目的 创造财富 而不是挥霍 消费财富 相反的 创造财富 如果是为了享受 为了挥霍 为了消耗 反倒不是资本主义精神 而无论说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反面了 韦伯列举了我们所熟悉的富兰克林的这个一些这个文字材料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女人 富兰克林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人 他是美国的开国元勋 也是一个科学家 声明了闪电也是电 他还是一个社会活动家 是一个革命家 美国革命完成以后 他跑到法国 法国就进行了法国革命 富兰克林还是一个这个 热心于教育整个新大陆的人民的人 他写过一小本书是劝告 是好像我们的劝势良言 是劝告新大陆的这个年轻人应该怎么生活的 那里面我们来看这么两段话 切记时间就是金钱 假如一个人凭自己的劳动 一天能挣十个先令 那么如果他今天外出或者闲坐半天 即使这中间只花了六个便是 也不能认为这就是他全部的耗费 他其实花掉了 或者应该说是白扔了另外五个先令 时间就是金钱 比如他还反复强调 一个人如果有信用 如果他只有几块钱 他实际上可以动用的是 几十几十几百块钱中的 在这个 伟国看来 富兰克林的这些劝道 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一种典型的反应 而这种资本主义的精神 恰恰和新教改革以后 所产生的新的教育 尤其和加尔文教的教育 有很多契合之处 一个方面 这个问题之所以会提到韦伯的这个面前 一则 现代资本主义的出现 它最初是出现在什么地方 它仅仅出现在西欧和北欧的一些地方 尤其是这个西欧 我们以前经常会听到这样一个问题 意思是人们经常讨论 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时期停止 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可疑的 一个方面 封建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词 中国和西方的这个同一个时期的社会 是不是都可以归于同一个社会形态 很可疑 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说它长期停止 意思是说 它是一个例外情况 正常的情况是 很快就由这个传统的社会中世纪过渡到了现代 但是实际情况是 西欧才是一个例外 全世界只有西欧才自发的 而不是被迫的被卷入的 在十五十六世纪的时候就进入了现代 就进入了资本主义 也就是说西欧才是一个例外 而不是说中国是一个例外 所以那个问题的提法本身 它是有点疑问的 早在韦伯之前 人们就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 也就是说 现代西方 现代欧洲 经济最发达 工商业最活跃 这样一些地区 往往恰恰都是新教徒 占上风的这么一些地区 也就是说 如果你会两幅图 一幅图是 比如说十六十七世纪 工商业对新华发达 资本主义发生发展最快的这样一些区域 你在会一幅地图标出 新教徒占上风 新教徒在人口比例当中 占了比较高的比例的这样的地方 这样两幅图 它基本上是重叠的 比如孟德斯基督就曾经 在他的论法的精神里面谈到过 说法国后来进行这个宗教迫害 使得很多福多教徒 使得很多新教徒 迁移到了欧洲的别的国家 迁移到了新大陆 使得他的工商业一距也不振 他也关注到这样的现象 这两个现象 或者说我们刚才所说的两种地图的契合 这中间是完全偶然的因素呢 还是中间有某种关联 我们可以说韦伯的书名就标明 他的基本的论点 那就是这两者之间是有亲和关系的 是有这个非常密切的关联的 新教尤其是加尔文中的论理 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当中 某种神力的宗教的力量 起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 韦伯论证的主要强调的是加尔文教 而我们回想 我们所想到的加尔文教的基本教育是什么 是一种预定论 预定论让我们想到的是什么 好像是一种宿命论 我的一切早就被注定了 相对于绝对的全知全能的上帝来说 我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我如何努力都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表面看来这样一种教育 好像鼓励者应该是一种破罐子破摔的 因为我无论怎么导弹 我无论怎么这个欢迎无道 如果我早就被注定了是选民 那么我照样得到拯救 而无论我如何谨小慎微 如何内心纯洁 外在的行为也无可指责 但是如果我早就被注定了被抛弃 那么我仍然无法得到赦免 表面看来这样一种学说 应该产生的是这样一种结果 但是韦伯的分析是说 它恰恰产生的是另外一种结果 那就是这里面有一个 或者说加勒云教的伦理里面 有这样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是什么 也就是说的确 你没有办法改变上帝的决定 个人的因素 人的因素和神的因素比起来 是太微不足道 但是如果一个人内心纯洁 外在的行为无可指责 我们大致可以把这看成是上帝宠信他 上帝选中了他的一个标志 也就是说虽然你不能够肯定 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 一个人如果他这个思想很复杂 然后外在的行为也很放荡 我们不大能够让我们相信上帝会挑中这么一个人 而如果你内外都无可指责 我们大概可以说 这是上帝拣选你的一个标志 于是一个方面 是好像完全的无能为力 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另外一个方面 又是要克勤克截 在自己的内在的信仰和外在的行为方面 都表现得尽量合乎标准 好像这样才能够劝慰自己 才能够这个收服别人 我是被上帝选中了的 我并不是被抛击的了 也就是说 他造成的是一种高度的内心的焦虑感 这种内心的焦虑感 反倒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动力 使得加尔文教教徒表现得与此不同 而为什么 心价 它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会有关联了 韦伯说 你看这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节 职业这个词 我们可以 我们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 军人以服从名领为天子 你要翻译这个词 在英文里面是什么 This is my calling Calling 上帝 Call Calling 上帝的召唤 我蒙上帝的召唤 这个词 他后来就说 你看路德 把圣经里面的天职 翻译成了一个世俗的职业 这个词 你看Calling这个词 你看它有两重的含义 一个方面它是上帝的召唤我 另外一方面 好像这是我的天职 这是我的职业 于是在这个新教 包括在加尔文 尤其在加尔文中里面 世俗的职业 就变得有了一种特殊的内涵 也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是一个这个商人 或者我是一个厂主 我是一个这个企业家 我在这个 我有一份世俗的职业 我要靠这个职业来养活我 我要靠这个职业来创造财富 我要靠这个职业来在社会上 有我的一席之地 但是这个职业 不光是有事实的意义 我在这个职业上面表现得非常之成功 我能够这个勤勉 诚信 我能够创造而不是挥霍财富 这恰恰是表明我在忠实的执行上帝的召唤 召唤天职和你世俗的职业的行为之间 就发生了一种关联 我们经常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故事 比如说这个某一个身家亿万的大职门家刚刚做出一个这个 涉及到巨大数目的这个决定 然后他的下属会看到他会看到他兴高采烈的在街边跑过来 然后说我买了一个减价的包 或者我们会看比如说 比尔盖茨世界首富 现在不是首富了 我们都知道他的这个绝大部分的财富 已经这个明确的是要回馈给整个社会 而不是留给自己的自己 也在消耗留给自己的家庭 创造财富 而不是这个消耗挥霍财富 这本身是资本主义的精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而你获取了越大的财富 你在这方面越成功 恰恰是表明 那么你是在人世间完成上帝给你的使命 因此韦伯想论证的就是说 战尔文教这样一种这个预定论 他实际上造成一种特殊的效果 这种效果就是他的信徒 内心总是高度的焦虑和紧张 一个方面 自己的前途 自己无从摆布 另外一方面 越是无从摆布 我越想向自己证明自己是上帝选中的 而不是被抛弃的 我要表明这一条 我越是要在现实生活当中取得成功 这个取得成功就标志着 我在世俗生活当中干得非常好 我非常的勤勉 我非常的努力 我获取了巨大的财富 我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但是创造它 而不是消耗它 才能够证明我的价值 才能够证明我和神的这个关系的这个靠得住 用伟伯的话来说 宗教它总是要让人克制 要让人禁欲的 但是每种宗教不一样 天主教的方式是什么 比如说你去当修士 你去当那个修女 你是要退出世俗的那个生活里面 而战尔文的预定论是什么 每个人你都孤独的直接面对着上帝 我们刚才所说的预定论 它造成了这样一种紧张 造成了一种焦虑 而这种紧张焦虑 它又和那样一种 人们对于世俗的职业的看法 结合到一起 最后就产生了 如果我在世俗的生活当中取得成功 我就会增加上帝的荣耀 而这一切是我被上帝拣选 而不是被上帝抛弃的这样一种标志 经过这么一种这个转换 所以新教它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 就变得非常之细合了 这就是这个我们所说的 韦伯的一个基本的论证 这样一种这个论点 它当然会引起的各种这样的讨论 一个方面 有许多人非常相信 幸福韦伯的这样的论点 一个方面的确 像我们刚才所说 韦伯的研究本来就有一个起点 这个起点就是很多人都观察到的这样一个现象 也就是新教徒和资本主义发生发展之间 它的确有一种相关关系 比如美国后来崛起成为第一资本主义大国 那么它的文化的底部 的确是和夏尔文教有着最文弊切的关联的 在整个西欧北欧 从孟德斯基 甚至他之前就观察到的现象是这样 也就是说新教徒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之间 它是有一种关联的 而这种关联 那么人们也也有很多会觉得 韦伯所表明的新教的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 的确有一种契合性 当然人们也可以对此有各种各样的批评 比如一种批评就是说 那么你把资本主义更多的解释成为一种精神层面的因素 你好像完全的这个把这个物质的经济的因素 好像给忽略掉了 那么这种指责对于韦伯来说 也许不是非常公平 因为他早就说 他的研究里面 他不考虑这个 他承认经济因素具有重要的 具有最根本的重要性 但是他的研究主要宽速的不是这个方面 当然我们从另外的角度也可以指责他 也可以对他有些批评 那就是说比如我们一开始说到了 对你大家发现 对殖民地的这个掠夺 黑奴贸易等等 这样一些因素 的确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发展 它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这样一些因素 那么当然在韦伯的这样一个解释框架里面 他没有能够容纳 但是我们需要更加注意的是 他这样一种这个学说 他并不是要完全并不是想说自己的整个解释框架 就能够对资本主义做出一种说明 但是他做的是这样一种努力 也就是说把资本主义更多的作为一种独特的精神因素来看 那么这方面实际上是需要我们加以特别的重视的 我们可以说 那么中国的这个历史 从1840年以来 之所以动荡不安 就在于它始终面临一个如何摆好自己和西方的关系的问题 直到今天为止还在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而这个西方就是资本主义的西方 对资本主义的认识 对现代西方文明的认识 我们总是在不断的深入的 仅仅是船间泡利 这肯定是不够的 我们都知道 我们大家学过这个中国近代史都知道 那么还在这个武士之前 我们的这个先人们对于西方的认识 就有一个从单纯的坚传立炮 到这个制度的先进 到它的这个有内在的这个文化思想的因素 这样一个层面的这个地境 我们今天还说 比如我们的官方在说 那么建设这个新的这个中国的文明 你需要希腊世界文明的各个方面的成就 那么这指的就是 主要指的就是西方文明的各个方面的成就 这些成就当然不止限于它的 科技的管理的制度的层面 理所当然的还包括它的若干的 思想的价值的智慧的这样一些层面 也就是说对资本主义的理解 我们需要一种更加全方位的 更加考虑它的这个精神性的因素的这样一些层面 而这个层面 那么韦伯可以说给我们留下的这个思考的余地是巨大的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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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